今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马杰博士来台宣教150周年纪念 而位于新北市淡水区淡江中学可是与马杰有相当深厚渊源的学校 因此校方在过去的淡水学课程当中 让学生组成团队制作马杰博士在台湾的纪念网站 而学生与老师还借由这个网站参与了2022国际网界博览会的竞赛 让世界看见台湾 今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马杰博士来台宣教150周年纪念 而位于新北市淡水区淡江中学可是与马杰有相当深厚渊源的学校 因此校方在过去的淡水学课程当中 让学生组成了团队制作马杰博士在台湾的纪念网站 而学生与老师还借由这个网站参与了2022国际网界博览会竞赛 让世界看到台湾 那特别呢他们也透过了中英文的一个内容的呈现 让更多的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认识马杰博士 那其实我们看这些的孩子在整个制作网站过程之中 透过了老师们的在旁的一个协助帮忙陪伴 我们看到了这些的孩子有了自信 了解更多的马杰博士在过去 为台湾在教育 在医疗 在宣教 以及在弱势团体上面的一个的帮忙 学校表示这个网站制作当中 有中英文的语言可以选择 透过双语呈现 让世界上更多人可以认识马杰博士 作品充满了国际化与竞争力 学生表示团队有九位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从搜集马杰文史资料 到实际的去访问文史工作者 这过程也让他们学到了不少团队的合作精神与知识 基本上马杰在北台湾教会上有非常大的贡献 还有在宣教以及医疗上面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只是偶尔经过淡水老街会看过马杰的同像 那在进过更深入一步的调查之后 我们才发现马杰这位伟人 他的一些历史事迹 其实是非常值得让大家去知道的 所以再加上我们本身成员们 也有各自负责分工工作 所以在学习一些专题制作 或者是教授网站查资料上面 都有不少的成长 150年前马杰博士来到台湾淡水 开始了北台湾的宣教行医 教育弱势照顾族群的工作 如今淡江中学的学生用影像记录着马杰博士 您为烧尽不愿秀怀的精神与传承 并且参加了2022国际网界博览会 借由马杰博士在台湾透过中英文的解说 让世界看到马杰也看到台湾高中生的竞争力